记者同晚新台北报道,中国上月底发布的31项会台措施,前外交部次长高英茂今天3日,受访时直言,中国的做法不是单纯帮台湾发展经济,它就是整个统战的一部分,简单来讲,就是逼你,打你不成,现在直接收买你。 高英茂说,台湾要看清楚,中国政府的动机跟作为,年轻人若没想清楚,很容易被统战运用。 中国国台办上月底宣布31项会台措施,其中12项涉及加快给予台资企业与中国企业同等待遇,19项涉及逐步提供台湾国民与中国国民同等待遇,被外界视为磁吸台湾资金与人才的糖衣炮弹。 前外交部次长高英茂今天受访时批评,在整个自由经济环境下,竞争很正常,但中国有特定政治目的,台湾要想通该如何处理。 他也说,蔡政府不能只单纯跟中国交好,强调台湾善意不变的说法太抽象,政府一方面应认清中国的动机与作为,另一方面也要检讨台湾自身有缺点,加强改进弱点。 高英茂表示,中国意图将国台办与港澳办合并的做法,显示中国要把台湾将港化,把英用在港澳的策略,用在台湾。 高英茂强调,中国对台湾没有善意,而是要并吞,英不能打你,不能占领台湾,现在这用收买方式意图并吞。 针对台湾当前面临的国际局势,高英茂分析,美中两强正在形成第二个冷战,一方面习近平透过一带一路策略,试图把中国影响力推展到东南亚、中东区域,另方面美日则强调印太战略,判界此抵制中国的扩充。 高英茂认为,在这个局势下,台湾因思考因应办法,不一定是要选边站,也可以强调台湾的和平中立,这是一个新思维。